2018年是加州娛樂大麻合法化後的第一年 司機因為稀釋大麻而造成的交通事故 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表示 到年底 麻駕逮捕的數量相比往年 將大幅增加70% 2016年11月 加州通過了64號娛樂大麻合法化提案後 加州高速巡警明顯發現 受大麻影響開車被捕的人數量增加 其中單獨撞車對撞或多部車廂撞 太快或太慢等情況經常出現 2017年12月2號凌晨 在旧金山海灣大橋收費站 一輛大卡車撞擊排隊車輛後 衝入大橋東側的收費站 導致46歲的華裔收費員 韓思思不幸身亡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表示 他們從肇事司機的嫌犯身上 聞到了大麻煙味和酒味 同年聖誕前夜 一名麻駕司機在880高速海沃段 當場撞死在路旁檢查酒駕的 33歲的高速公路巡警卡米·萊利 同時撞傷另外一名巡警 2018年5月15號晚 一名聖河新男子涉嫌吸食大麻後駕駛 在灣區880高速公路菲利盟路段 造成三人死亡 五人受傷的重大車禍 然而推動大麻合法化的人士鼓吹 不同人士對大麻的反應程度不同 沒有絕對的科學依據 證明吸食大麻會增加交通事故 Federal laws still apply it's still categorized in the same class of drug the law for california has very specific guidelines in terms of of what you're able to possess transport things like that you're not allowed to smoke any marijuana at this time and drive a vehicle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be arrested for because we you just don't know what how impactful that experience is going to be on your body and your reaction time perception time etc 由於加州沒有像查酒駕一樣 規定大麻司機體內的四清大麻分的含量超過多少算違法 目前民眾可以向執法機構報告不負責任的開車行徑 採取自我保護 新唐人機制股新月 矽谷盛河西 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